好啦 我們已經到了桃園谷 但是目前外面看起來是一道白牆 然後距離我們的終點呢 距離登山口還有250公尺 那我們出發吧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多牛喔 雖然今天撞白牆 但 好久沒看到這麼多的牛 它這邊有個小小的涼亭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稍稍休息一下 哇 壯觀啊 如果今天是個大太陽的日子的話 就可能要多帶一點水 上面看起來就是只有草地 然後沒有任何遮蔽屋 看一下這邊 貢鳥火車站 大鯉火車站 這展望我覺得應該也不錯 這展望我覺得應該也不錯 好 先這樣